主料,牛肉丸150克,豌豆200克,芹菜100克,辅量,油,盐,酱油一勺,料酒一勺,姜,蒜,进行半勺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豌豆煮熟。 准备几个牛肉丸,准备一把芹菜,牛肉丸切片,芹菜洗净切断,锅热油,放浆在包厢,放入牛肉丸,加点料酒翻炒,放入豌豆,一起翻炒,再加入芹菜,加盐,加鸡丁翻炒均匀,装盘,烹饪技巧。 一,豌豆比较硬,要先煮熟才炒会更香更酸,二,炒牛肉丸的时候加点料酒,可以增鲜去异味。 三,喜欢吃辣的可以放点辣椒更开胃下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